你们两个走到今天要分手的地步啊 谁也不亏 就是这样的 水到渠成就到了分手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你委屈啊 人家给你机会了 刚来苍州的时候 一心想和你贴得更近 咱先不说方式不好啊 为了见你 恨不能自己扎针 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 为了你做出这种犯傻气的事 人家给你机会了 你珍惜了吗 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情 你不要以为之前四年的异地恋 我积攒好了 我就可以不努力了 这个女人不会跑了 你看她都千里迢迢 从别的地方来到苍州跟我生活了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一生都要经营 所以你不要觉得冤说 哎呀 我不就是看了看这个直播吗 没陪你出去旅游逛一逛吗 这一定是你长期以来的不努力 松懈不付出 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所以你别委屈啊 说我只是吓唬吓唬她 她真不是吓唬 到这个份上了 姑娘你也一样 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境地 虽说她没有做到足够的努力 但是你也做得不咋地 你一直上来就说 我都为了你来苍州了 没有人是为了谁而怎样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这是你选择的生活 你愿意为了爱情来到她的身边 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去绑架她呢 而且作为一个护士 其实算是比较特殊的工种 那我们知道医护人员的家属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足够的爱意 才能去支持如此繁忙的白衣天使 你都没有这个能力说 知道她三班倒很辛苦 你是不是在家可以 做碗汤等她回来 你是不是可以用更温暖的方式 让她知道你的心在她那里 所以其实你也并不那么爱她 她可能在于喜欢你但没努力 你在于根本就没有爱上 所以我觉得就纸面自己的内心 我做不到 那我早早地离开 我做不到 那我就祝福彼此 所以接下来的生活 我觉得你们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再去上路 好吗 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幸福 谢谢 宽乐颂当中 许潇潇为了爱上那个医生 恨不得自己成为她的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宽乐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宽乐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宽乐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